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是不是道教 或者是一些民間信仰當中 地位最高的神 有沒有比他更高的 一般認為他最高 大帝玉皇 而在中國道教 跟一些民間信仰中 最高的神自然是 玉皇大帝 這個一般人沒有問題 但是 確實這樣子嗎?有沒有別的講法呢? 玉皇大帝 是不是真的是第一位最高的神嗎? 有的認為 他是非常高啊 可是不是最高 那我們來參考一則新聞報導 這個報導裡面 當然是引述 至於他裡面內容說的 有沒有道理啊 大家自行判斷 我也沒有意見 就是我們 就是 多一點知識嘛 就是根據 對這個 道教啊 民間信仰有研究的網友啊 人家真的是 有研究嘛 歸納嘛 人力嘛 我們參考一下 當然也要參考一下維基百科嘛 因為維基百科的公信力也蠻高的嘛 我們先看這個新聞啊 標題是 就是最大神明啊 最高的神明啊 不是玉帝啊 就是玉皇大帝 人家啊 製作了一個樹狀圖啊 這個圖形一看就很清楚嘛 一眼瞄懂啊 居然啊 意思就不是玉皇大帝還有更高的 報導的內容就是啊 這是一個新聞報導 當然它是語述啊 像很多記者啊 就是有時候 自己不那麼了解啊 有時候問專家 有時候應該講得清楚啊 有時候覺得 PTT啊 社群網體啊 什麼網站啊 什麼組織啊 什麼名人啊 去找資料 臉書啊 去找資料 那道教信仰最高層啊 聲明是玉皇大帝嘛 錯 這個 都是我講的啊 就是 報紙寫的啊 因為報紙一般它也不敢亂寫嘛 要嘛就是語述嘛 要嘛自己採訪嘛 有錯 不是 一網道理不是最高的 PTT太滿有名啊 實驗法 當然PTT裡面寫的有真有假啊 有的是對的啊 有的不見得對啊 參考一下嘛 沒有判斷力嘛 覺得有道理的參考參考嘛 沒有道理的一笑致之嘛 有鄉民啊 27日啊 發文問啊 所謂的 鄉民就是裡面啊 有這個 有看那個 看那個 看他報道 看他內容啊 或者有發帖子 叫鄉民啊 有一個通途的講法啊 就是我們一般講網友啊 什麼意思啊 台灣最大的神是哪真啊 結果絕大多數網友回憶都在開玩笑 啊 大家有時候胡說八道 像大家就是 反正啊 又不是用本名嘛 又畫名嘛 又有賬號嘛 又有賬號嘛 反正大家也不知道我是誰嘛 一個誰的 誰的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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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啊 用現代語言系統化啊 詮釋道教神明間的關係 這個還蠻有創意啊 所以我拿來引用一下啊 當然最後也要看看 有幾百科是怎麼講的 還精簡企業化組織 這個道教跟企業化組織 企業化組織是現代的嘛 這有什麼關係 一眼就能看出啊 御地之上還有更高層啊 然後第二段啊 後面就是這個圖啊 一個樹狀圖 這寫得很清楚啊 然後我就說 相不相信 有沒有到底要自行判斷啊 宗教的事情嘛 又是古代的東西啊 也沒辦法驗證啊 就是一個民間信仰 民間傳說啊 這幾天因為媽祖繞境啊 正義啊 讓不少鄉民啊 聚焦在道教的生命 很多人就算啊 曾經拿鄉啊 跟著拜神啊 就算是拜神啊 也未必搞得清楚 生命之間的階層啊 從屬的關係 就高低的關係啦 曾有高手啊 製作樹狀圖啊 解說道教信仰的生命系統啊 每年農曆就正月啊 出九天公稱啊 就是日皇大帝的誕純出九 但大家有時候能想 天公啊 卻不是日皇大帝啊 卻不是最高階的神明啊 最高階的是太上老君 全稱啊 一五化三星 就是沒有的那個五啊 一五化三星啊 太秦舉火赤天下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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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名字好長啊 大概三十個十四吧 像古代的皇帝啊 一般講雍正 不能講雍正嘛 雍正是年號嘛 要講雍正帝啊 那倒沒關係啦 然後比如說有這個 這個 漢高族啊 或者其實叫漢高帝啊 明太族啊 明稱族 可是時候有一個廟號 廟號叫什麼什麼帝啊 然後還有一個很長的啊 什麼一大堆的名稱啊 用幾十個字啊 來表示他的一生的豐功偉業啊 這個名字都很長啊 太上老君沒有誕神 因為他無始無終 而且永生不滅啊 就大概是這個內容 主要是看這個圖啊 而這個建築師叫劉獻忠啊 他有研究啊 他整理出來啊 就是台灣道教主要是什麼系統啊 類似的記憶組織組 因為已經太久了嘛 時間太長遠嘛 而且歷朝歷代 他的講法可能不太一樣嘛 到底誰第一個講的 誰是正確搞不清楚 這是一個記憶圖啊 他整理出來 那一彎到底怎麼不在這上面呢 他應該最高啊 他不在 不在這上面啊 他在這裡 然後這個圖啊 比較 有創意的 就是他比作啊 因為你說一個公司嘛 集團總裁 大家懂嘛 可是有些人搞不懂啊 總裁 以前不叫總經理嗎 總經理一般就最大嘛 當然我 董事會更大嘛 那總經理跟CEO 我們講CEO也聽得懂嘛 那中文判成總裁嘛 當然集團總裁也是總裁嘛 就是總裁 大家搞不清楚啊 總裁跟總經理啊 有什麼不同 簡單講兩個都一樣嘛 總經理就是 意思就是說這公司啊 歸他管 那可是啊 這個公司是歸總裁管 也歸總經理管 有總經理就沒有總裁啊 有總裁就沒有總經理 因為都是一樣的東西啊 一樣的職位啊 可以怎麼分啊 就我們打個比方吧 就好像說你說 醫院啊 院長最大嘛 不是啊 董事會 什麼意思啊 董事會就出錢啊 你這個 蓋這個醫院啊 成立一個醫院啊 要花錢啊 出錢的人最大嘛 因為有股份嘛 所以一般的公司也是嘛 有董事會 董事會最大啊 董事會 當然表面上董事長 董事長不一定是 股票最多啦 股票 股份比例他最高 當總裁長 順理成章嘛 可是有的不願意啊 他不想當 讓這個 其他 股份比較少 也可以 所以董事長 代表董事會 但他不一定股份最多 啊 但是董事會最大嘛 因為錢是他們出嘛 然後他們來董事會決定 聘請 誰當總經理 是這樣的 總經理聘請啊 董事 你幹不了他 就股票在手上 只會他賣掉股票 可是總經理啊 他找你 就找你 比如說一年一聘 或江號請多久 他不要的時候 就幫你解聘啊 所以 董事會 除非董事他賣掉股票啊 當然董事會 不只一個人啊 還有監視啊 但是總經理是要聘請的啊 可以隨時走人啊 那你說大學校長也是一樣啊 校長最大 不是啊 董事會最大 所以公司裡面 定位最高的是董事會 那CEO跟總經理有什麼差別 總經理就是他就請一個人啊 也許是公司裡面的啊 這個高級幹部啊 提拔董事會 或者請外面啊 學有專長有經驗的啊 企業家啊 當中經理可以啊 而他不一定有股票啊 可能有啊 但不多啊 或者根本沒股票 這沒關係 那總裁呢 總裁就要股票啊 總裁什麼意思啊 精確的說 總裁就是董事會的成員啊 所以董事會呢 他覺得說 我們沒關係啊 我們就請個外人啊 或公司 找個高級幹部 有沒有股票沒關係啊 其他當總經理 可是總裁就是 就是我們董事會 其中一個董事 自己下來當 這個總經理啊 所以 總裁就是董事 兼董事會 所以哪個大 當然是自由大嘛 因為總經理可以列席 可以參加董事會 但是列席啊 因為你不是成員嘛 列席啊 找你去報告 而總裁他平常 董事會開會啊 所以董事會是 以他最清楚啊 所以差別在這裡 在這個圖啊 就說 綠王大帝是總裁 他又是董事會的成員 但是他又是總經理啊 這個意思 可是他還是要聽董事會嘛 因為董事會 就是大家 譬如說一個董事會 有十個董事啊 監事啊 那些不管啊 講董事啊 比有十個董事 那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投票啊 投票啊 投票之後 按照他的股份啊 投票啊 所以董 也通常沒有 沒有一個董事可以 決定大局啊 就要看他投票的結果啊 除非說 就是我的股票 就已經是 有決定性了啊 我有百分之四十五十啊 股票啊 因為這還要上外部 外部的股票啊 不然的話 一般就要投票啊 那不管啦 我們就說 最高是董事長 那應該講是董事會啦 因為董事長 可能是股票 比例最高 有時候不一定 他不想當 像那個羅斯塞爾德家族呢 他最有錢嘛 他搞不好他股票最多 他不想當 他不想包到露面 他找第二第三 他另外找阿根 另外推一個 也有啊 就不一定啊 通常是股票比較多的嘛 像董事長八號市民比較方便 是太上老君 董事長叫太上老君 董事長叫太上老君 那他地位最高啦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 總心理啊 跟這個董事長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總經理要滾蛋 董事會不會滾蛋 董事長也不會滾蛋 這個意思 不管啦 就是 英國最高的是董事長嘛 應該是董事會嘛 太上老君董事長 董事長代表董 代表董事會嘛 然後他 常務董事啊 常務董事最高嘛 就像那個 像這個 中共嘛 有中常委嘛 就有那個常委啊 國民黨叫中常委 他們叫常委 就比一般的那個委員高嘛 然後他的常務董事有 道德天尊 一般我們講道德天尊 原始天尊 林寶天尊 有看過風神堡的這些名稱啊 都不外行啊 但他的地位啊 跟這個風神堡裡面講的也不太一樣啊 但是 他的名稱叫太清 玉清 三清啊 所以他有三清啊 你看 這邊啊 這邊有啊 一無化三清啊 從無中生有啊 太極生兩無 兩一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嘛 無中生有嘛 五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以色列推嘛 好這就董事會最高啊 就是董事長是太上老君 然後常務董事三個啊 你不管叫太清 玉清上清也可以啊 或者一般熟悉的道德天尊 原始天尊 林寶天尊也可以 然後呢 董事會下來就是公司啦 公司的代表就是 不管是 總經理啊 或者是 董事啊 兼總經理 出錢嘛 出錢嘛 出錢的最大 然後這個 造成特殊啊 一個總集合啊 西王母啊 姚石基姆啊 他把它歸類為總集合 然後外部顧問們有嗎 有獨立董事嗎 還有外部顧問嗎 就是有技術了啊 我對這行業比較了解 聘請你當獨立董事啊 或者是 就是他們不一定有股票啦 就請你董事的地位啊 或者外部顧問啊 有個請律師啊 就是董法律的啦 董商業的啊 請你當這個 外部顧問也有啊 像很多就請律師嘛 因為律師的話 你給他長年啊 給他一個叫長年費啊 一年譬如說在律 最便宜要五萬幾跳吧 或者看地位啊 看事情多少 給幾十萬啊 上百萬都有 但是 有的也看不上眼 但是 你付他一年多少萬啊 但是打官司另外算 那有的就看出 我給你一個地位啊 更高啊 更高啊 還是有酬勞啊 但是給你一個顧問的名義啊 這不一定 就是 就是把你 法律顧問啊 提高到 外部顧問這個意思啊 在這邊講外部顧問他整理出來 上古的神明 跟佛教神明啊 佛教也進來啦 上古神明啊 有盤古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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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明天传说把它整理出来 还有佛教 你看佛教都跑到道教来了 佛阿 菩萨 金刚 金刚就是罗汉 所以佛教里面它也不叫佛 佛是一般的讲法觉识觉悟的人 了悟的人 他们真正的讲法叫法王 一个世界 就是世界大神世界 说佛世界法王 那这个菩萨跟金刚等于互法 就是只有一个佛 一个法王 菩萨给好几人 那金刚和罗汉再多一点 不管就是外部顾问 然后呢 那个 这个总裁或者是总经理下面吗 还有副总裁吗 什么技术长 营运长 财务长 还有经理一大堆 在这边 就是下面 我们就说 这边没有写 这边有写 总经理 吴大佐总经理 这总经理 万一两个都有的话 应该讲副总 或者是叫什么什么长什么长 那这边是写五大多种经理 因为一般有 总裁就不会有总经理 不管了 我们就当作是 什么执行长 什么事业长 什么技术长 财务长 这个意思 就是这些 有玄天上帝 你看他也叫上帝 可他不是宇皇大帝 长春大帝 天皇大帝 清皇大帝 这有些都没听过 就是东南西北四宇 就是掌管四方的 那这边说五大洲 还有一个帝后 帝后就是这些 总共五个 那下面有很多事业群 像合一场合二场合二 还有那个 台积电 连电 大公司 还有事业群 下面有 有很多这个机场 一场二场 三场 有很多事业 大家有事业群 他把它比喻做这个 就是有道教神仙群 有自然崇拜群 有灵魂崇拜群 祖先群 他把它系统化 把它当作 比喻成一个 是一个集团 一个大器 所以道教神仙群 有些神仙 西王墓 东王公 东墓 巴尔仙 李东米亚 这些都算进去 自然崇拜群 因为 这是古代 就是看到太阳也是神 月亮也是神 这个风也是神 闪电也是神 都是神 无数不是神 然后灵魂崇拜群 就是什么叫神跟仙 神啊 刚刚有不同的解释 其中有一种解释 就是人死就要变神 那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神有固定的使命 那仙呢 神的仙 仙就散仙 仙不管是 神有使命 下来跟人接触 要救苦救难 仙就是自在逍遥 不管是 神跟仙 大概叫分法 神有使命 先自由自在 没有使命 但是都是神仙 那其中一种讲话 就是人死掉以后 本来活着是人 然后他道行很高 然后被民间崇拜 死了以后变神 像关公 你看关公 叫关羽 那里上去有职人 妈祖 林末娘 岳飞正成功 死后变神 就灵魂崇拜 还有祖先群 祖公 祖妈 都有 然后还有独立事业群 还有独立的 就是台湾主要道教神明 有乡土神 比较地方性的 还有特地 一些特地什么 像这个乡土啊 就是各地方啊 台湾都是从福建来的比较多嘛 就是江州全州两个为主 当然其他还有湖州丁州 草州也有 但是 以江州跟全州为主啊 就是有这么多 你看比较有名的 宝水大地比较有名嘛 清水主 主石有那个庙也有名嘛 这个比较有名嘛 其他还有什么 其他没听过嘛 什么定光古佛啊 无限大地一般可能都 没听过 那个 然后特定神啊 特别比喻神啊 专案部啊 就是我们也叫做 武恩祖 我们有恩祖公嘛 有恩祖公音乐嘛 文昌 这个大家听过 吴露财神有听过嘛 吴露财神嘛 还有土地神嘛 三十六将啊 等等啊 比较有名的 官圣地青有听过嘛 其他没听过 岳武穆王听过嘛 文昌地青有听过嘛 奎心七头啊 奎心有听过嘛 赵公明这也从风声堡里面过来的嘛 这些啊 还有招宝嘛 招宝神嘛 这些啊 大概 这些 这个意思嘛 这个有点 放大以后这个字啊 有点不太清楚啊 所以 就是 整理出来 这个意思啊 他的意思就是 玉皇大帝不是最高的 上面还有董事会 比例成董事会 最高的才是 太上老君啊 下面有三清啊 这个意思 好啦 我们最后把 他最后两段啊 把它看完啊 有网友吧 西娃姆啊 遥迟基姆啊 因为最早是 周牧王啊 历史上有记载 周牧王啊 刚已经变传说了 周牧王曾经啊 寻行天下 往西边走啊 到了现在哪里也搞不清楚啊 是不是到新疆啊 本身就往西走啊 走到了我们就说 独立城 像新疆吧 比如说天山啊 那一代啊 因为古代名称 那现在名称 也搞不清楚啊 就往西方走 就叫西王牧嘛 刚刚讲得很玄啊 就人像那个 牙齿上豹 那个猛瘦的牙齿啊 身上穿骨皮啊 还接待周牧王啊 西方城总集合 玉皇大帝执行长CEO 以下有啊 前天上帝 常神大帝 天皇大帝 清华大帝 以帝后 再往下称啊 有各事业群啊 这里面 才有的台湾常见妈祖啊 关公啊 这些信非祖师啊 高神大帝 这些叫土地公嘛 这些啊 啊 这些都是小神啊 为什么说小神啊 因为他不是真的天上的神啊 他人死后崇拜啊 他地位其实比较低 可是为什么在明天地位很高 因为他跟人接触嘛 这越高的神啊 我们讲一个观念啊 越高的神啊 越不接触啊 所以你看基督教有时候 圣人嘛 被封为圣人 就是信徒中的模范啊 跟人啊 最常接触 再往上的啊 就不常接触啊 然后比较常接触啊 然后比较常接触耶稣基督嘛 那再高就不太接触了嘛 耶和华不太接触 那有没有比耶和华再高 那照理说应该有嘛 可是他不出现啊 就地位越高的啊 越不可能接触 在背后啊 阻断啊 我们再看看 可去公信里的维基百科 都有关玉皇大帝的内容啊 当然他的参考性更高啊 玉皇他叫玉皇上帝 也不叫玉皇大帝啊 又称为 你看这个字好多啊 也不念啊 字那么多啊 歌功颂德啊 神啊 通宫伟业啊 通称玉皇大天尊 这我们一般也不这样叫嘛 这个玄穹高上帝啊 这也不叫嘛 我们就简称玉皇 玉皇有叫嘛 玉帝有叫嘛 那名字叫天公伯嘛 天公伯嘛 天公嘛 宋代孙称为 浩天 宣穷玉皇上帝啊 对一般官方的称呼 叫玉皇上帝 又不叫玉皇大帝啊 玉皇大帝是一般名字老百姓叫的 就是道教神界啊 他同志者应该地位最高啊 心天尊神啊 六位之首 他源自于中国自古以来信仰的浩天 上帝啊 那照理说他是统计者啊 但是上面还有更高的啊 我们待会看 在 嗯 嗯 中国人啊 从原始社会嘛 啊 开始就 从晋天嘛 因为天那么高嘛 天上面什么都不知道嘛 海也不知道嘛 啊 所以海的话海边知道嘛 到这个 出海以后就不知道了嘛 对人就是对这个 还有地上有各种 要动植物啊 甚至还有什么 闪电啊 古代人不懂 不懂的就敬畏嘛 就崇敬嘛 就崇敬天 那天上面什么都搞不清楚嘛 什么天里面会打雷啊 会下雨 原故事要搞不清楚嘛 说一定有神嘛 神就是比人高的嘛 不可知的嘛 而这晚从双朝开始啊 就系统的寄天行为啊 至今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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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坛嘛 有祭天嘛 而谁来祭呢 不是老百姓祭嘛 也不大神祭嘛 皇帝要自己祭啊 皇帝要生病的话 要找太子啊 代祭啊 就只有皇家 因为我是天子嘛 我是天的儿子嘛 就只有我能祭嘛 代表老百姓祭嘛 天又称为上帝啊 帝啊 上帝啊 基督教也叫上帝啊 道教也叫上帝啊 或者帝 或者豪天上帝 皇天上帝 然后这信仰在后世逐渐也变为玉皇上帝啊 就我们一般还是叫玉皇大帝啊 或者我们简单讲玉皇啦 玉皇就比较没有真意啊 在中国民间信仰当中啊 玉皇上帝啊 俗称天 那我们说古代皇帝叫天子嘛 就是玉皇上帝的儿子嘛 就是说奇怪 怎么历朝历代那么多皇帝 每一个都是玉皇上帝的儿子啊 那么多儿子啊 天公 上天 昌天 上昌 老天老天月啊 都是玉皇上帝啊 天公主 等等 被视为啊 神界的皇帝 天庭之元首啊 万神之王 在道教神系中是天界地位最高 你看前面讲这是皇帝啊 那皇帝最高啊 古代皇帝最高 还有比皇帝更高了嘛 只为他爸爸退位叫太上皇 但很少啦 一般是爸爸死掉才会让位嘛 那皇帝就最高啊 那这边看起来有点矛盾啊 那他是最高啊 那怎么又说地位最高的神之一啊 这看起来也有点矛盾嘛 然后地位也仅次于那皇 哪有说皇帝地位在仅次于谁 这个很奇怪啊 但是不管了 我们就参考一下 意思还要比皇帝更高 那古代没有嘛 皇帝最高 地位仅次于三清 为三清所化身啊 出来的先天真神啊 而在太极界啊 就天上啊 统于宇宙众神六亿之义啊 所以这边看起来有点矛盾 那你都是皇帝啊 那怎么还要比你更高啊 但是一般讲就是 还有三清比你更高啊 这三清地位比玉皇上帝 或玉皇大帝更高啊 这个是跟前面那个图表的预致 玉皇啊 这个名称啊 比太上老君出现要晚一点啊 所以主角是太上老君啊 有人说太白金星啊 未经时期有玉皇道君 与高尚异帝两位大神啊 但历朝历代讲法不一样嘛 但到了唐代啊 道教使得派施把玉皇上帝 视同为儒家的浩天上帝啊 就混在一起啊 广受尊奉为主管天地之神啊 这礼拜来作诗啊 入洞过天地啊 认真朝玉皇啊 朝拜啊 文英武也是唐代诗诗人啊 他说啊 奏之玉皇乃生天啊 因为他住在天上 白鞠翼啊 也称啊 两叶玉皇帝啊 那根据啊 那根据啊 佛教有什么类似的记载啊 国王名为敬德 是不是 最早的时候 道 道教跟佛教是为一起啊 当然其实不一样 道家跟佛家是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说 就像那个 旧约圣经嘛 你说这个我们的旧约 奇怪 跟那个 跟那个 中亚的啊 中亚的像那个 亚述那一带的啊 也是啊 所以 不是 旧约圣经有大洪水吗 就是 亚述那边也有大洪水啊 所以 中亚那边啊 就说 你是旧约朝我的啊 因为他们有很多像 差不多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 这个讲法啊 跟佛家讲法很像 呃 国王名为敬德 王后名为保月光啊 这个远古时期都不可考了啊 敬德王与王后年老无子 于是令道士啊 你看 那么早就道士啊 执行祈祷啊 打败年之久啊 然后 王后啊 梦见了 太上道君 跟其他神仙抱着 硬要刺语 梦醒 之后啊 生命啊 白太一年啊 一半是十个月嘛 他比较久一点啊 然后生了儿子啊 太子啊 真性仁慈啊 聪明啊 并乐于布施 受到全国的爱戴 继承王位不久之后 太子啊 舍国啊 就是不当太子了 离太了啊 去这个山中修道啊 然后广施药品啊 救人祭祀啊 然后讲经 你看人怎么活那么久啊 神话嘛 传说嘛 结果三千两百几了 这不是三千两百几 年啊 一般的讲法 我们说结束嘛 结束南逃嘛 再捡南逃嘛 是多少万年啊 多少千万 多少一年啊 甚至多少一年啊 就是三千两百个 我们讲各个一亿年 三千两百亿年啊 那个天文数字啊 这倒是古代的讲法啊 就是得到果位啊 使正经先啊 好清净而自然去往如来 你看这佛教的讲法嘛 又经过 又经过一劫 这更夸张 前面才三千 三千两百个劫 后来又变成一亿劫 那一个劫是一亿年 你看花多少年啊 使正欲地啊 天文数字 另外一本古书是 《圣源觉真经》啊 寄在玉皇上帝生前啊 幸存仁义 道德修往吉胜啊 一会舍身 獨北靴啊 救助大辽生灵之功德 成为天地啊 然后主要祭祀啊 玉皇上帝的庙 天宫庙 有嘛 天宫庙 玉皇宫 玉皇冠 玉皇庙 玉皇殿 玉皇殿 驴交宝殿也听过嘛 谢谢啊 那这个 另外这个说法 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听过 我就说 民间宗教有说法 宣称天庭啊 玉皇大帝的天庭啊 实施轮替 哎呦 什么轮替啊 国王有轮替的吗 皇帝有轮替吗 他是终身制啊 做到死为止啊 或者是不想做善良的 就是乱卫的儿子啊 哪有还有轮替啊 有这种假法 轮替 而且不是两三个啊 你看这边已经轮到十八代 玉皇上帝了 就是都是叫玉皇上帝啊 可是这不同的神啊 这个意思啊 名号的记载 它出处叫 动名宝记啊 就是说有这个轮替的制度啊 呃 就是坏人做做看嘛 这个你当玉皇上帝 或玉皇大帝嘛 过了多久时间换我做吗 你可能要到哪里啊 你退休啦 或到哪游山玩水啦 换我当 我又当多少时间啊 不是多少年啊 多少时间啊 可能是多少万年啊 然后又换另外一个做这个意思啊 所以还有很多古代文章 提到十八代的啊 这些文献啊 例如台庚五庙 明正堂 福南作者啊 著作的姚痴啊 甚至这些都说十八代 2019年呢 中华政政公文化协会在脸书上 中华文宣称关于玉帝 你看他是怎么知道的啊 1863年接任玉帝一职 而且在2019年啊 炎平 你看由郑成功 接任第十九代 玉皇上帝 这我们就觉得很异谱啊 郑成功地位应该比玉皇帝差了远续啊 怎么他接任 2019年 那几年前啊 怎么第十九代 玉皇上帝啊 玉皇大帝 郑成功要接任 你就觉得不可思议啊 这是政政公文化嘛 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啊 然后目前宗教 宗教界啊 有关于轮替之说很大的争议性啊 有的说根本没这回事 有的说哦有这回事啊 这个没办法 所以这边是轮替表 你看这个人家都列出来了 到现在你看 比如说皇帝 有没有皇帝都不知道啊 不是那个 不是秦始皇的皇帝啊 而是黄色的黄啊 皇帝嘛 这个我们说炎帝嘛 炎皇子孙嘛 皇帝有没有都不知道 但是后来皇帝力有啊 这皇帝力是四千多少年啊 这还有人考虑出来 对民国啊 中华民国民国初年 有人主张 这个也不要说什么1911年开始啊 不要讲民国元年 民国一年二年 又那个又皇帝力啊 就是皇帝啊 这个皇帝力四千多少年了 算了也有 但是后来没有才行啊 你看这人家都正正有词啊 说第一代是谁啊 第二代是谁啊 你看有这个 他的封号啊 名称都是玉皇嘛 大天尊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细节啊 你说什么 这后面就第二来就差不多 这边就不一样了 像皇老 皇帝 老子 照理说是两个人嘛 那怎么又别一句啊 子为帝君 这谁也不知道了 而红军老祖 帝位很高嘛 因为奉承堡里面记载嘛 这个大师兄是老子嘛 二师兄是原始天真嘛 这个老是胡搞瞎搞的小师弟嘛 他这三个徒弟是彤庭教主嘛 而他们的师父啊 就红军道人啊 这名叫红军老祖啊 红军堡里面他地位最高啊 那这些都没有听过啊 金银监石没听过啊 大罗主持在听过啊 这些就没听过啊 就是弄了19的啊 就是说现在是19代 严平俊王啊 就是说总共有19代 但是我这边最后 在这边讲完了啊 就最后一个观念啊 就有一种讲法 就信不信在你啊 就是说我们参考参考 就是说 天上的跟人没有接触的大神啊 不管啊 人接触不到啊 跟人有接触啊 马祖吗 官司音吗 这个官公拜财神吗 就跟人有接触啊 有一种讲法就是 他们也是真的有这种人气表 比如说马祖已经若干代了 连官司音都要换啊 为什么有这种讲法 基本上还有一个道理 也是蛮有道理 就是说 因为神啊 在天上啊 就是道德高尚啊 比人高太多才是神嘛 神仙都比人高嘛 但是跟人类有接触来 就是观世音嘛 我们简称观音嘛 就是观想嘛 就是观察嘛 也不要说看嘛 就听也包括嘛 就是看世界上的 声音也不能说声音嘛 就是说音讯嘛 就是观察世界上的啊 地球上的啊 各种状况啊 需要救苦救难啊 啊 然后就帮忙啊 比较高的观世音嘛 就是 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啊 甚至小神啊 明末娘的妈祖嘛 就是救苦救难啊 但是他跟人接触啊 而接触他就会开始受到七情六欲啊 人之间 因为人对神来比较低嘛 会受到影响啊 就是 或者讲另外的观念 因为天上的神就说 他有慈悲啊 有慈悲心 他没有感情啊 没有情啊 他没有情啊 因为情会衍生出一些 比较负面的东西 可是慈悲不会嘛 所以信妄爱 我觉得不是信妄爱 是信妄慈 愿英文分成love 因为爱会生恨嘛 慈悲 它不会生成不好的东西 所以 最后就提到这个 这个跟人啊 有接触的神啊 要换 因为观世音 开始天上下来 执行任务啊 林末娘 妈祖啊 可是跟人接触久了 会受到人的七情六欲啊 爱恨啊 情啊 就会有情啊 就会有恋子啊 所以过多久时期要换 换一个啊 就是等于说 或者讲比较不灭的 做到人类的一些感情啊 干扰到 就比较 变得比较像人啊 所以要再回去啊 再回去重新啊 重新清理啊 心灵再清醒一下 再换别的 但是称号都一样啊 都是叫妈祖 都叫观世音啊 大概是这个怀念啊 所以这一集是无法验证的啊 无法证明真假啊 但是大家趣味性 或者多了解一些事情啊 所以 一般的讲法 比如说 呃 从这个 这个报道 还有从危机百分里面啊 预防大力确实高啊 但是它上面啊 我们说人外有人嘛 千万有千啊 它上面还有更高的三星 甚至我们可以一直类推嘛 啊 真的你到天涯去的话啊 三星比预防大力更高 那三星上面搞不好也有啊 而且像旧约里面 你说耶稣基督祂神子嘛 祂最高也是神的儿子 祂爸爸最高耶和华嘛 不耶和华最高嘛 也不一定啊 就是人认为耶和华最高啊 那你去看看旧约里面有没有 有啊 只是一般人可能没有看到嘛 他有个十二个长老啊 你去看旧约啊 有没有十二个长老啊 耶和华对他们很客气啊 十二个长老啊 地位显然比耶和华更高啊 但是也没有很清楚去讲 这十二个长老是什么啊 都比较人外有的天外有的 自己讲这里